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5月9日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钟 我是姚雪松 来关注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今天上午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元 具体来了解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元 同比少增1615亿元 从结构上看 代表个人住房贷款的住户部门 中长期贷款强势增长 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例 在4月大幅回升至4成 今年一季度这一占比不足25% 备受关注的票据融资在4月大幅回落 4月仅增加1874亿元 而3月票据融资增加了7833亿元 同样走低的还有代表广义流动性的M2 和反应企业生产活跃程度的M1 同样低于市场的预期 数据显示4月末 广义货币余额188.47万亿元 同比增长8.5% 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 狭义货币余额54.06万亿元 同比增长2.9%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低1.7个和4.3个百分点 流通中货币余额7.4万亿元 同比增长3.5% 当月净回龙现金976亿元 最近北京2022年冬奥会 张家口赛区越野滑雪中心滑雪赛道 完成了中期验收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地处 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东南侧的山谷 距太子城高铁站约3公里 距张家口奥运村4公里 占地面积106.55公顷 滑雪赛道总长是9.7公里 越野中心滑雪技术楼 我们正在进行地基进展实验 还有人工基础开挖工作 目前静在实验已经完成 下一步就是地基施工 据了解 越野滑雪中心技术楼 地下一层地上四层 总面积5300多平米 设计了5000个座席 5000个站席 满足赛时观众观看需求 6月底技术楼主体结构完成 最新由于俄罗斯渔船直攻上海 水产市场上帝王蟹的价格 也随之出现了松动 从前期美金220元左右 回落到200块钱以下 而越野人士预计价格还会继续下探 8号下午记者来到太和路 一家大型水产市场 只见供应帝王蟹的店家 正忙着添货 一只只个头特大的帝王蟹 被送进玻璃缸中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上海帝王蟹的主渠道 来自俄罗斯 大多是吉林省浑春地区的 贸易港进货 然后日夜兼程通过高速公路 运到上海市场 它从水车里面运输过来的 里面有氧气 然后也有冷冻 它都可以保证它的存活力 走路运的话 大概是在22个小时 到24个小时左右 目前上海市场上的帝王蟹 分为蓝蟹 红蟹和棕蟹 品质以蓝蟹为优 价格上大个儿的不如小个儿的 各种五六斤的蟹 175元左右一斤 而各种两三斤的蟹 要200元左右一斤 由于在家庭宴请上 打开了销路 这几年帝王蟹的身价一路窜升 今年前四个月为历史最高价 在220元左右一斤 不过随着夏季到来 俄罗斯渔船捕捉的帝王蟹 直接进入上海港口 蟹的价格有逐渐回落的趋势 货源如果说充足的情况下 有可能要跌到100多块 像目前是已经来货价 已经跌到190左右 应该还会持续再下跌 5月8号 谷歌在其开发者大会上 正式发布的新款手机 不止价格便宜了 还放弃了与 威瑞森通信的 美国独家分销协议 这也被视为 公司硬件战略的重大转变 新款Pixel 3a售价为399美元 Pixel 3 XL售价为479美元 谷歌表示 与去年售价799美元的Pixel 3相比 较便宜的两个版本 只有一个前置摄像头 而且没有无线充电选项 新机型延续了上一代的外观设计 除黑白两种配色之外 新增了淡紫色版本 这款手机将和Pixel 3一样 将面向美国 日本 印度等 13个国家进行销售 Google Pixel 3a 和3a Excel 设计为预设预设预设 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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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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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预设预设预设 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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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开始在$399美元 大概半个价钱 半个价钱的预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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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表示 Pixel 3a 拥有很强的夜间 拍摄功能 并与iPhone X的暗光拍摄照片做对比 Pixel 3a 还拥有更长的续航能力 最长可达30个小时 同时支持快充功能 充电15分钟可使用7个小时 此外Pixel 3a 还可以获得 为期三年的安全升级 以及谷歌相册 无容量限制的免费云存储 自三年前投放市场以来 谷歌智能手机Pixel 与苹果和三星电子的手机相比 销量一直不高 后两家公司在广告上的支出 远远超过谷歌 并提供多种价格选择 抢占市场 谷歌目前转变策略 努力开拓市场 缩小差距 最近美国纽约举办了科技日活动 为初创企业提供展示和引资的机会 在贾维茨中心之外 寻求融资的创业者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据组织者介绍 活动共吸引了三百多家 处于融资和发展阶段的 科技创业参展商 以及两万名与会者 可以说是美国最大的创业活动 从一个能分析布压和布态的智能鞋垫 到一个能在饼干上打印照片的自拍机 以及能提醒你关电器的应用程序 覆盖医疗保健科技 金融技术 电子商务等行业的初创企业 在这里展示高科技产品 据了解在过去的十年里 纽约的科技创业市场大幅增长 特别是过去三年 纽约市科技行业的就业增长率 是全美国科技业的三倍 纽约拥有一百多个孵化器 2018年这里的初创企业 筹集了超过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是2014年的两倍多 尽管近日特朗普政府频频对古巴施加压力 并威胁要实施经济制裁 但是很多外国企业仍然在古巴正常运营 甚至加大对古巴多家酒店的投资 本月2号 美国以古巴对西半球国家的所作所为 直接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对古巴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 宣布从经济上制裁古巴 然而美国政府的这番表态 似乎并没有阻止法国 西班牙等国家 加强于古巴的经济往来 他们表示将为在古巴的西班牙企业 提供帮助 并将扩大对当地海岛酒店的投资 从5月2号起 美国将允许实施赫尔姆斯伯顿法 第三条的全部内容 根据其第三条的相关内容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 一些美国公司和个人财产 被古巴政府没收 美国公民可以在美国法院 向使用这些财产的古巴实体 以及与其有经贸往来的外国公司 提起诉讼 此后法国 西班牙 欧盟等军表态 称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法 欧盟也将采取一切适当措施 予以反击 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采取制裁 将造成不必要的摩擦 苏富比拍卖行将于下周 在瑞士日电瓦举行一场拍卖会 8号工作人员提前展示了多款拍卖品 其中一条由多颗祖母绿宝石和钻石组成的项链 格外夺人眼球 据估计这条项链的成交价 可能会达到400万美元 据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条项链由多颗祖母绿宝石和钻石组成 重达76克拉 设计师根据宝石天然的圆润形状进行切割 整体风格华丽而大起 在灯光的照射下更是显得闪亮夺目 据估计项链成交价有望达到4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2700万元 除了项链 将在本次拍卖会上亮相的 还有历史超过100多年的钻石头饰 和一款约为36克拉的钻戒 据报道 拍卖会将于本月14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8号发表公告 宣布当天从悉尼到阿德莱德的航班上 产生的所有垃圾都会被回收再利用 从而成为全球首个完全无废的商业航班 公告说该航班减少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数量 采用可降解材料制成的替代品 包括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食品容器 和以植物淀粉为原料制成的一次性餐具等等 澳航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无废航班的试运行 标志着该公司大幅削减航空废物系划的开始 澳航计划在2020年年底之前 在航班当中减少1亿个一次性塑料制品 在2021年年底之前 将航空废物的总量减少7% 本月9号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的 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2019年全会上 成都获得2025年世界运动会的举办权 成为中国大陆首个举办这项赛事的城市 世界运动会是由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 主办的一项国际性的体育盛会 竞赛项目以非奥运会项目为主 于1981年首次举办 每年每四年会举行一次 每届于奥运会